纽约快心观众 大家好 头发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今天亚姐来带大家看看 怎么把头发弄得更好看 我们就来看一看头发的故事吧 纽约这座时尚之都 引领着全球美容美发的潮流 每年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青年来到这里 学习最顶尖的理发技术 老一辈华人闯到纽约 大多靠着餐饮 裁衣 洗衣 和理发行业为生 从前的华人理发行业普遍规模较小 比发师所掌握的样式单一 如今华人发型设计师 凭借着对时尚的把握和闲取的技艺 已经成功占据了美国美发行业的一席之地 相对传统餐饮服务行业 美发美容对海外华人来说是一个新兴的领域 Charles 你怎么看待华人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呢 我觉得华人在美国发展那个发行业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美国是非常发达的那个国家 所以每一个人的要求都希望他从头美到脚的 所以我觉得发行业跟那个SPA 在美国是非常有前途的 对有职业的成为 发行师 你有什么建议呢 如果华人要成为一个发行师呢 我觉得最好多一点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呢 投身在这一行业 因为他们的语言呢 是跟美国是一样的 可以跟他们沟通的很良好的 所以再学一些亚洲的那个技术 跟美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呢 可能会更胜于任何一个 就是其他的那个方面的技术 比他们更好一点 今年亚洲人流行什么发行呢 现在亚洲流行的男生呢 就是disconnect的 里面短外面长 或者左分右分都可以的 在颜色上呢 女生来说呢 因为亚洲的肤色是偏黄的 所以呢 流行一些红色系列多的 或者橘红色的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亚洲的女孩子呢 喜欢把头发变得很白 白了以后呢 显得她肤色不会那么偏黄 是稍微白一点的 我们通常头发有很多问题 怎么去护理呢 护理头发呢 因为要分很多种的 第一种呢 就是说很多人喜欢做颜色的 然后又漂过头发的 那这个呢 当然要定期来保养的 因为呢 头发漂过以后 它流失了大量的蛋白质 所以需要很多的oil 或者一些 做一些spa treatment的那种 让头发更smooth一点 就是健康一点 但是呢 平常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啊 压力啊 天气的问题啊 让头发有一点掉头发了 或之类的 然后呢 头发还有分中性 干性 油性的头发 最好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 针对自己的发制 比如说你是油性的头发 你必须要去买 干性的洗发水 如果你是 干性的洗发水呢 你要去买油性的洗发水 最好的 pH值是在5.5之间 因为酸减值 一定要平衡的 让头发看起来 就不会那么干了 您给女生选择 发型的时候 你有什么建议呢 设计一个发型 最主要看 这个人的肤色啦 发色啦 他的职业啦 最主要是看 他这几个方面的 然后呢 我们亚洲人呢 因为他的脸呢 是稍微有一点 饱满型的 不像美国的 或者欧洲人呢 他的轮廓比较深 就像我的脸 对 那你的脸就很好啦 有时中西河壁的感觉嘛 那亚洲人的脸型呢 是稍微有一点 饱满一点 而且他的发量 很粗很厚 所以我们必须要 去注重他的那个 一定要跟他相反的脸型 比如说 头发柔顺一点啦 稍微直一点啦 不要那么多 Volume呢 显得他脸型会瘦一点 作为纽约华人 最大的美发机构 麦斯洛克曾为 多位名人设计发型 同时也是本次 亚洲小节 美东赛区的发型 和形象设计顾问 查尔斯是一位 会拥有二十多年从业经验的发型师 那么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呢 那么本次亚节的主题呢 是金木水火土 请问你是怎样在发型中 体现出这五个元素的呢 我觉得亚洲电视 这次选金木水火土用来做那个选美的主题是非常贴切的 因为一个女孩子的美 就跟大自然一样 它是五行当中呢 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以缺乏的 那包括女孩子也是 她一定要有一些美丽的外表啦 有内涵啦 有学识啦 各方面的那个气质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发型上面呢 会尽量把它表现的 就是说外在的美跟内在的美呢 当然也要需要你们小姐的配合 必须要散发出内在的自然美出来 发型上面呢 一定是没问题的 我比较喜欢留的头发是有颜色的 你觉得亚洲人应该是留什么颜色的头发 亚洲人的头发呢 因为我们亚洲的头发比较多 红色素跟黄色素在我们头发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呢 的颜色都比较流行 就是没有很暖的颜色 就是没有很红色 没有很黄色那样子 所以比较 我可以介绍可以比较偏亏一点的亚马色 好像你这样子的 你这样子的头发呢 如果放在亚洲人的皮肤上面呢 可以看起来 我们亚洲人的皮肤没有这么黄 没有这么红 就是看起来比较偏偏一点 白 白战一点的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介绍你的亚洲人的朋友 做这个颜色 男生现在最潮流的发型 就是disconnect的发型 那我们会给客人 去看他的脸型 我们会看他的发质 跟他的发量 去给他定造 最适合他最潮流 最好看的发型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型 比如说他的头发顶部 比较细 而且他的发量比较少 那我们会啊 下面的头发呢 剪短 把上面那个头发 堆积到中间来 那他的发量 这个发型 就会显示非常的浓密 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有style 那对于一些 我们比较身高不够高的男士呢 还会给他增加 一点点的身高哦 你觉得你头发 竟然是弄好看吗 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头发 因为我在乱剪剪呢 那么您在美国 有二十多年的经验了 您在这里开店 有没有什么难处呢 难处一定是有的 你像美国 因为它是移民国家 不同种族的人很多 所以我们会碰到 不同的挑战 比如说像黑人的头发 我们以前在亚洲 是很少见过的 但是呢 我们会在这里学到不同的东西 就是跟他们美国的一些文化 所交流 我们把亚洲的东西带过来 再学一些美国的东西 再结合在一起呢 对发型呢 各方面我们都会进步很大的 尤其是在唐人街做事的 因为我们唐人街呢 学生很少 就是来做从事美发型的人很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培养一些 很好的发型师出来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跟他们上上课啊 说说发型的那个设计的技巧啊 这样子 所以现在还可以啦 因为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啊 怎么样都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但是我是更希望呢 就是说有很多在美国出生的华人 可以来从事这一行业 因为他们的语言上 跟老外沟通呢 是非常顺畅的 所以他们做起事来 可能更方便一点 那请问在这里 您的人手好不好找 人手来说呢 目前来说是很难找 因为这一行的人才呢 是非常非常的缺乏的 所以我希望 因为在这个美国 我们大部分都是讲英文的 那我们是新移民的 所以英文上 可能跟老外沟通有点不好 所以我希望华人的后代 就在这边出生的美国人呢 多一点来学美发的 因为美发的前景非常好 在美国任何人都希望 从头到脚 都是打扮得很漂亮 所以学这一行 前途很光明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